我们继续查询的功能 其实查询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我们来试一些东西再给各位看一下 OK Google 10加5乘以3 10加5乘以3 相当于20 所以一样 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临时想要计算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这次讲出来 或者是OK Google 2的五次方 2的四次方 相当于32 OK他可以查得出来 甚至呢 来再来 我想 从来一次 因为他现在在跑 OK Google 美金1000元 我换一个方式讲 他可能有时候 我说 你看 他如果他没有语音讲出来 就代表他可能不太认得 你的表达的意思 然后他可能就用查询的方式给你 我换一个方式讲 OK Google 1000美金 1000美元等于3060.723台币 他可以帮你做换算 OK 而且这个换算的金额 算是蛮提实的 再来 OK Google 50英镑 50英镑 50英镑等于1943.771台币 OK Google 1000海里 1000海里相当于1852公里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远前币 那种单位的换算 再来我再试一试 试几个 试几个你都会讲 OK Google 100加链 100美国银利加轮运为378.50英镑 OK Google 10台金 10台金相当于6公斤 OK 所以有很多单位 他是可以直接量度换算 OK 所以你看那种奖的 马上就直接查出来 而且尤其有很多人 是更新的手机 哇 那个执行速度很快 昨天在视频车上课的时候 我的同学说 哇 我觉得真的不用打字 我觉得这样讲一下 他直接把音给我很快 我们打字 可能还要 说不定查到一个事情的时候 都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等他就讲一讲 起码东西就结束了 对吧 我没骨气看他就走了 所以没关系 你们都可以试 通常新买的手机 因为你贯的软件比较少 所以其实你把音页比较快 对不对 好 来 各位可以试一下 这些查询的功能 謝謝